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我是孟如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近日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宣布计划推出一项 禁止建造玻璃幕墙摩天大楼的法案 旨在2030年前帮助将全纽约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40%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英国白金汉宫宣布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接受邀请将于今年6月3号起 对英国进行三天国事访问 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曾于去年7月访问英国 而特朗普今年6月3号至5号国事访问期间 将在唐宁街与英国首相特雷沙梅举行会谈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指 英国政府和白宫2018年底已开始商讨这次国事访问 届时 特朗普将会前往白金汉宫与英女王会面 白宫则表示 特朗普还计划在访英最后一天 参加在海军城市普茨茅斯举行的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仪式 离开英国后 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前往法国北部的诺曼底 出席法方举办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仪式 美国早前出炉的通俄调查报告显示总统特朗普妨碍通俄调查的举措 很多都没有成形 主要原因是特朗普身边的人经常无视或者拒绝执行他的命令 其中 报告就点名特朗普前白宫顾问麦克加安 前白宫幕僚长等一众高官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引述有白宫官员表示 除了通俄调查之外 特朗普在移民 贸易等方面的决定也会受到无视或拒绝 这已经成了为特朗普做事的潜规则 但对此 特朗普对自身的威严很有信心 也不担心通俄调查的其他方面会导致他陷入受弹劾的处境 在弹劾特朗普的问题上 民主党也是分成两派纷争不断 政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给民主党议员之信 表示弹劾不是也不应当处于政治目的 呼吁民主党专注在职责和民主 特朗普还计划进一步主动出击 向法院起诉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卡明斯 阻止民主党获取特朗普集团过去十年的财务记录 称这是众议院史无前例的越权行为 卡明斯就反击表示 特朗普没有法律依据来阻止委员会的传唤 而通俄调查并没有随着报告出炉而结束 国会司法委员会传唤前白宫顾问麦克加安 就特朗普方案司法公正提供进一步的文件和证词 美国多个商界团体周一致函总统特朗普 呼吁美国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后 要立即取消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 分别代表美国零售商 石油生产商 鱼业和软件公司等的 六个游税组织在信件中提到 美国的企业和农民当初得到的承诺是 关税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认为如果未能取消关税的协议 将代表着背弃美国人民的承诺 信件又敦促特朗普政府 不应以未来重新征税威胁 逼使中国实践协议承诺 因为这样会对美国经济造成长期不明朗 美国商界组织指出 关税增加入口成本 推高产品售价 让美国消费者受害 美联储和芝加哥大学的研究显示 去年美国向进口的洗衣机等产品加征关税 结果洗衣和干洗剂售价增加约1成2 美国消费者成本增加约15亿美元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总统特朗普于星期一签署了一份备忘录 旨在打击那些合法进入美国 但在签证到期后却滞留不离境的移民 特朗普要求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 在120天内交出一份如何打击预期拘留者滥用商务或旅游等签证现象的方案 例如暂停或限制逾期拘留率高的国籍者入境 这被外界认为与特朗普在任期第一年实施的旅行禁令类似 都是针对特定国家 而旅行禁令曾引起广泛争议和批评 公民在美国预期拘留率高的国家包括 乍德、吉布提、厄利特里亚、利比利亚、索罗门群岛、贝宁和布基纳法所等 政府表示有20个美国家来民移民的居期拘留率高达10% 特朗普在备忘录中表示 尽管美国从合法非移民入境中受益 但这些滥用所得签证的人是在破坏移民系统的完整性 并危害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最新赴斯里兰卡的旅行警告称 恐怖分子可能会在很少或根本没有警告的情况下 对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进行攻击 要求所有美国公民提高警惕 4月21日复活节当天 斯里兰卡发生连华炸弹爆炸案 三座教堂和四家酒店先后遇袭 另有一所民宅在警方进入搜查时发生爆炸 至今连环爆炸已夺走290条人命 另有超过500人受伤 斯里兰卡警方已逮捕24名涉案嫌疑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美国强烈谴责在当地发生的恐袭事件 并向遇难者家属和亲人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并愿所有伤者康复 联邦上诉法院小组周一发现 交警在车轮胎上用粉笔标记 以记录尾停时间的举动违反宪法 2017年密歇根州萨吉诺市的泰勒 将警察告上法庭 因为三年内他被同一个停车执法官员签发了15张尾停超时发单 泰勒认为根据宪法第四修正案 用粉笔标记轮胎是不合理的搜索 但是密歇根州的一名美国地区法官 在2017年驳回了该诉讼 周一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 在辛西纳提的三名法官小组恢复审查这一案件 并判定泰勒胜诉 法官认为在刚停车时 警察显然没有明显合理理由 怀疑他有违法行为而进行搜查 因此警察侵犯了他宪法修正案权利 上诉小组周一同意将粉笔记录轮胎是种搜查行为 但他们不同意这是一个合理的搜查 受到低抵押贷款率和低房价的影响 三月全美新屋的成交量达到16个月来新高 商务部星期二表示 三月新屋销售增长4.5% 与去年相比增长3% 经季节性调整后年率为69.2万套 为2017年11月以来最多 新屋销售占住房市场销售额的11.7%左右 这已经是其连续第三个月出现增长 而这与房价的下降不无关系 三月新房房价周问数为30.27万元 比去年下跌9.7% 是2017年2月以来的新低 从地域来看 南部的新屋销售占总量的大多数 三月上涨3.6% 达到2007年7月以来最高点 中西部新屋销售三月上涨17.6% 而西部上涨6.7% 东北部是唯一新屋销售出现下滑的地区 三月跌幅22.2% 经济学家表示 按照现有的人口需求 今年应该新建110万套新屋 但预测显示目前只有88万户在建 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 美国人久坐的时间越来越长 几乎三分之一的醒着的时间都处于坐姿 研究称 计算机使用的时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研究人员称 近十年来 美国青少年的平均每日坐立时间增加了大约1小时至8小时 成人则增加了近6.5个小时 研究人员从2001年至2016年 对美国政府的近52,000名民众健康报告进行分析研究 研究表明 久坐会增加肥胖、糖尿病、心脏病和某些癌症的风险 去年秋天发布的全美活动指南称 成年人每周至少需要150分钟到300分钟的中度和剧烈运动 比如快走、慢跑、骑自行车或打网球 并建议每周两天进行强化肌肉运动 这些运动带来的好处包括降低血压和焦虑以及更好的睡眠 而长期效益则包括改善大脑健康和降低中风风险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PSTVUS经营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